北京时间10月5日消息,据韩国媒体Footballist报道称,中超球队天津全界目前在选帅,全北现代主教练崔康熙是热门人选,但现在,又一候选主帅浮出水面。 那同样是韩国人,曾在江苏苏宁之教的崔龙珠,看来,全界对韩国教练情有独钟,在索大下课之前,崔康熙就和天津全界传出过绯闻,现在,索大提前下课,但天津全界保机压力不小,现在,沈祥福将临时代对踢比赛。 但长远来看,全界急需决定,一位新帅,崔康熙是亚洲顶尖名帅,过去13年内,他带领全北现代夺得5次可怜赛冠军及2次亚冠冠军。 在崔康熙手下,全北现代始终是亚洲超级强队,2016赛季,全北现代获得亚冠冠军,崔康熙帅队曾调打上岗,预分是夸张的5比0。 此前,塔克鲁能传出顾飞闻,看上去,崔康熙十分接近全界,但现在,有一位候选主帅曝光,那就是崔龙珠,崔龙珠是中超的老熟人了。 当年曾执教首尔FC,在亚冠军赛中输给了礼皮的恒大,后来,崔龙珠执教江苏苏宁,算段历史性的杀入了16强。 不过,崔龙珠在江苏苏宁仅执教夜年时间,最终因为战绩不佳在去年夏天下课。 此外,在江苏苏宁被解雇后,崔龙珠一直复闲,没有再拾起过教编,从能力上来说, 两人都没有问题,但从成绩来看,崔康熙比崔龙珠更出色,值得一提的是,这两人无论谁入主,都对外人全静元有好处。 下赛季,全界无法参加亚冠,全静元的存在变得鸡肋,如果同胞入主,全静元的位置就稳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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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